在夏宇内部落 达力老师跟师母简爱玉 在2010年另外成立 彩虹精灵工作室 专案助于泰雅族的支部工艺 如今他们夫妻在桃园县 原住民文化馆担任助管艺术家 他们创新的支部技术 也申请到了两项专利 把创新设计的支部 拿来申请专利 在泰雅族的工艺师中 他们应该是第一人吧 大家注意看 这里 这是我太太脸上的纹面图腾 四条线 三条线 四条线 然后这个布皮上面 有四条线 三条线 四条线 这纹面图腾里面有菱形 中间是菱形 这边是菱形 所以这个是右边脸颊的图腾 这个是右边脸颊的图腾 这是左边脸颊的图腾 来 额头的图腾 在这里 中间这一道 是额头的图腾 所以这个布皮 就是纹面图腾的布皮 那我们泰雅族呢 纹面图腾叫做彩虹桥图腾 彩虹桥上面有祖先的眼睛 祖先的眼睛是菱形的 所以整块布皮是用菱形去占满 所以这个是明复西纸的纹面图腾的布皮 达雷老师除了将自己精心的设计 申请专利来保护之外 简爱玉老师也在她的织布上留下识别码 为的就是提醒她自己织布的总数量已经有多少了 因为她想知道这一辈子她总共织了多少尺的布 我织的每一条布皮都是有我自己会有识别 然后主要主要也是在记录 记录我自己这一生我能织多少的布皮 就这样子也在记录自己的就是织布的过程 那我跳台目前在织的是第83条布 那这些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记录每一条布皮的时候 我们都会拍照 而且会织完的时候会有 我们会算它的长度跟宽度 所以说我太太这一辈子可以织多少布 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